長跑健將劉心游 這日出席慈善跑活動 心游之前和媽媽去北極 除了跑半馬之外 還看北極光 這個旅程更改變了她的人生觀 我真的覺得 可以說還蠻改變人生觀的 因為那邊真的是很大的挑戰 就是超冷的 還有很容易凍傷 而且跑步很滑 很容易受傷 所以我覺得 跑完之後 好像沒有什麼事不能達到 對 心游會不會想快點找個對象 一起再去看北極光 其實看北極光 如果一個人看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歡迎 不論女士男士 如果有興趣可以一起去 看北極光 你別在看北極光 太陽很明顯 都會拍一次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